大家好,我是Mio 今天要介紹大家如何使用sleek.js來建立一個簡單的slider 首先到Google上面 搜尋sleek.js 點擊第一個進入官網 這是我們sleek的官網 今天會以它的第一個demo當作參考 下載它 點選Download Now 剛剛已經下載好了 打開資料夾 先把基本上會用到的CSS或Images資料夾先打好 打開下載的壓縮檔 那我們的CSS會用到的檔案呢 有 它的Funds Edge Explorer 這個gif檔 seek.css 還有它的seek.sin.css 把它放進來 接下來是js的部分 準備好的jquery 以及它的seek.js 那image的部分呢 我們準備了三張範例tm2檔 這樣子我們的基本工作就做好了 接下來打開我們的編輯軟體 存一個新的檔案 新的seek.htl 接下來我們可以來參考官網的說明文件 首先它的架構長這個樣子 外面呢是你的container 給它一個class name 裡面呢可以包div 放圖片或是你要的文字 那我們這邊呢 使用ul來當作一個範例 所以我們ul呢 給它一個class name 就叫做container 包三個li 各給它一個image 所以我們基本架構就會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基本架構就會長這個樣子 好 回到我們的官網 然後第二步呢 就是要把我們的css給導入進來 首先呢 是我們的css的seek.css 好 下一步呢 是把我們的css給放進來 cssss 先放jquery 再來是我們的sleek 接著呢 我們把我們的三張圖片呢 也放進去 接著呢 我們把我們的三張圖片也放進去 回到官網 下一步呢 我們就是要宣告它 使用我們的jquery 把我們的container拿過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看一下它基本的樣子長什麼 好我們可以看到呢 我們現在有圖片 在左邊的地方 然後呢 當你的滑鼠去拖曳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眼鏡有一個簡單的slide的效果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做幾個簡單的修改 首先呢 我們先給它一個背景色 body 給它 一個 skyblue 然後呢 我們讓圖片置中 把我們container 這邊給它一個寬度 比如說500pist 然後 把它置中 好 這台圖片的部分 你把它置中 好 那你們會發現一個 就是我們的 左右的button突然出現了 這邊有一點要注意就是說呢 很多人會在網路上面詢問說 為什麼我的button沒有出現 其實我們的button是有出現的 只是剛剛在我們沒有給它寬度之前呢 它的寬是百分之百 所以我們的button呢 其實是被擠在外面的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button 預設是白色的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沒有給它一個背景色的時候呢 我們是看不到它的 所以今天把寬度縮小 並且給予上我們的背景色後 我們的button就會出現了 好 接下來再做一個簡單的修飾 比如說 比如說 給它個15% 最後呢 在這裡 給它一個屬性 好 這邊 打錯了 好 那麼呢 這樣子 我們這個簡單的slide 就成功的建立好了 是不是快速又簡單呢 好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之後有機會呢 再跟大家多介紹 steak它的不同的功能